你怎么一上来就把她的眼睫毛给撕了 因为她的眼睫毛不好的 她这个病会有细菌感染的 会有细菌感染是吧 对 不可以带这些化身有病的 你怎么不理我 我刚上来的时刻就骂你了 你干嘛还要带这个假发 我真的挺好的 你不要太心玩好不好 我从来就不给她带假发的 因为医生说会感染 有细菌感染 那要不要摘掉 医生 你自己扎我 我不扎 为什么不扎你告诉妈妈 妈妈从来都不给你带假发 你都老是吵着 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 我没事 你真的不理我 好 好 我扎我扎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我就会吓坏了 我扎我扎 别哭 其实你里光头也挺好看 我也觉得我特别帅 我医院的那些人 都叫我光头平淡 是吧 刘女士 我想问一下 除去你现在的家庭情况 和你女儿的病痛 你爱杨大哥这个人吗 爱 他也爱你 你就是觉得生活当中 会拖累杨大哥 所以你要躲着他 但是当你说你会拖累他的时候 你旁边的女儿 内心觉得阻挡了你的幸福 那你如果还要躲着杨叔叔 势必给自己的女儿 太大的压力啊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我有女儿 我自己会努力的 明明赚钱的 妈 我全都没有 扯了杨叔叔 怎么 你让我现在都 可以自己争相了 你干嘛还要这样子 你听我的话好不好 你跟杨叔叔在一起了吗 我不跟他在一起 就是你走回来 我也不可以跟他 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我就觉得 我只有你 我就够了 要是有个天 我走怎么办 你不会走的 你不可以跟我说你走 我觉得 别哭了 我们现在只有你 我不要别人 我只有你 现在我可以走 我希望杨叔叔叔 我照顾你 你不知道 我不要 你我的话好不好 我不听 真的没有 我觉得 越是在生命最艰苦的时候 越要把所谓的高尚 所谓的人间的那些 所谓把人拖到那个神坛上去的那东西 全部都扔掉 你说你觉得你拖累老杨 老杨并不觉得你拖累他 也许就是在一起过日子 你觉得白血病这个事很严重 但他已经得了 那你只能够 去面对 我就最讨厌 在人生的这种最困难的时候 悲悲气气 倒没有一个像小女孩一样 天天没心没肺 不把这个病当一回事的 再卖着红薯 烤着红薯 给大家带来快乐 来 请站到各自的位置 接下来是小优萍的告白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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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